经过数日拆除作业 原本的河滨巨多只剩下断缘残壁 这里是新殿西畔的西州部落旧址 如今34户族人都已搬到全新家园 这个月出陆细细的部落的人就搬上来了 因为有发那个公文就是在19号之前 下面要拆了嘛 那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也怕台风啊 就是怕再遭台风侵袭 未处迪洼地区的西州部落 为了解决居住安全疑虑 与政府多年协商之下 终于在2017年定案 踩333模式在部落附近一处提防台面 打造西州阿美族生活文化园区 政府当初就是以他的认为说 一户大概总价150万就可以盖得起 实际上大概每一户啊 大概造价都在两三百万啦 因为经费不足 政府来那个跟银行去协商 当我们的保证人 我们又才有办法再做第二次的征代啦 然而工程新建过程中也几度停滞不前 因为最大的困难仍卡在族人需先想方设法自筹经费 所幸历经多年努力 政府也终于同意除了负担公共建设经费 也愿意支出每户家屋新建费用的三分之一 减轻族人负担 那剩余可能就是部落一些管路开挖 你说叫水电那些 对对对水电在进场的时候有一些模糊地带啦 但是你不去弄那个地方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把管路衔接 再发包出去又是一笔钱 能的话就自己部落里面 号召一些人来帮忙协助 目前除了各户家屋工程 得靠族人自立造屋 还有水电管路 农耕用地等规划 仍带部落集体逐步克服 下一个阶段 西州阿米族文化永续发展协会透露 将讨论部落生活公约 帮助西州部落建立稳定且永续的生活制度 原始新闻 新北新店采访报道